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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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記者他們寫也是他們的工作嘛 有沒有氣到哭 然後至於真假我想 讀者啊或是觀眾他們自己會判斷嘛 那到現在還是孤家寡人啊 對 還沒有結婚 不是 男朋友啦 你又沒有問男朋友 男朋友有沒有 現在有了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有很多朋友啊 姑姑沒關係 什麼 我們看看這段影片 來 七童鴨獎 火星 林輝平 聽說你交過各種肤色的男朋友 有哪幾種 黑白 還有中色細胞 聽說跟黑人男朋友擁抱 一度讓你感覺好像抱著 啊 醬油 沒想起這些黑白令人 你會想到什麼呢 恐怖片 現在啊 當你看到醬油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神經衰弱 你為什麼會選擇 各種膚色不同的男朋友呢? 收起 那你這一次的新造型 又是參考什麼樣的人物做的? 巫婆 這個型是怎麼做成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呢? 避震 那這個過程又怎麼樣呢? 馬上跌倒,馬上爬起來再繼續 那然後呢? 就看電話板了,然後等他停 你一共摔了多久? 三、四十個鐘頭吧 那麼這樣摔啊 對你日後的表演啊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我在台上表演就跌倒 你記不記得你一共跌倒過幾次? 二十幾吧 你的新髮型並不像巫婆 那麼這又是參考什麼做的? 豬腳面線 那你覺得自己在歌壇又像什麼呢? 古董 你能不能突破嗎? 古董就是古董 還有就是林慧萍選擇 另一半的條件又是什麼? 只要是古董都好 我聽說你對自己的鼻孔非常的滿意 請問他的特色在哪裡? 翔哥恰恰好 還聽說你最怕照鏡子看到自己 最後是為什麼呢? 嚇人會嚇死你 當別人稱讚你美麗的時候 你通常會有什麼樣的直覺反應? 那是罵人的 那如果遇到色狼對你叫的話 你會怎麼辦呢? 我會跟著他們一起叫 一起叫 一起叫啊? 真的是為什麼呢? 掉在嗓子 然後呢? 掉在嗓子 白癡啊 不叫 我聽說你自己說做主持人會比胡瓜還要好 為什麼? 我不會嚇人家 我通常都是動口不動手 在你印象當中 胡瓜它是哪一種人? 更新那批 為什麼你每一次看到胡瓜你都要尖叫? 我看到狗 都會尖叫 這樣子啊 那胡瓜如果對你動手的話 你又會立刻對他說什麼? 謝謝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是去娛樂的 他在補你 我把你扒下去 還給我洗洗 還給我感情啊 我才有這麼感情 對不對? 不過這個 剛剛是開玩笑的啦對不對? 不過你的造型還真是蠻像巫婆的 側面看起來蠻像 他說不像 誰說不像 後來說不像 說像豬腳面相 那是頭髮像豬腳面相 造型怎麼會像巫婆 你鼻子啊 你鼻子是不是小時候就這樣? 對 全家都這麼高嗎? 我姊姊鼻子比我高 小時候有這種鼻子會不會很煩惱? 不會啊 小時候我自己大概覺得就是鼻子跟酒窩好看 鼻子跟酒窩好看 其他地方就比較難看 合起來 其實分開看都蠻好看 就是合起來不太好看 也不會也不會 因為交男朋友喜歡交黑白兩種的事 他亂講啦 是你自己講的誰亂講啊? 沒有他亂撿的啦 是有黑白的 他大概問我喜歡什麼顏色 我說我喜歡黑啊白啊還有棕色系 那跟醬油有什麼關係? 醬油的話 他大概問我說喜歡吃什麼吧 喔喜歡吃醬油啊 唉唷 你喜歡吃醬油呢 又吞了啦 對啊人家說吃醬油皮膚會黑 我沒有啊 而且我甚至 人家說喝牛奶皮膚會白 我不敢喝牛奶 喔喔 喝醋骨頭會軟啊 我不敢喝醋 吃醋了啊 不敢 不敢嗎? 那金月瑶在吃醋我嚇死了 哇一瓢一瓢的 喔喔喔 所以聽說骨頭會軟啊? 對 那您認為您在歌壇是個古董啊? 這個您覺得妳唱了很久了嗎? 我是說我蠻喜歡收集古董啊 喔 喜歡收集古董 您認為我算古董嗎? 不算啦 中古的啦 中古的就對了 這古董其實嚴格講起來 應該算是一級國寶啦 像張小燕啊 就一級國寶 那一級名聲古蹟啊 誰是名聲古蹟啊 對張小燕 不過在議談越來越久呢 身份地位當然就越來越高 值得我們大家推崇 因為有一天我們也會年紀變大了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林輝銘的感情呢 一直也是很豐富 一直都沒有透露他男朋友到底是誰 一直保持得很神秘 其實啊有時候再回首過去的戀情啊 我們也是覺得想哭就哭 每個人都希望了被愛 不過愛情總是竄起又竄落 如果他的心已經沒有了回程的話 那你也只有改變心情 最後說一聲愛我啦 那我是佩服你背了半天 我希望你們能更好更好 謝謝我們林慧平謝謝 謝謝 謝謝